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家中戴上手铐带走 称他在美非法拘留 之后并被要求戴上脚踝跟踪器 必须定期接受移民执法者到他的住处检查 而且离开加州前往外州必须报告移民局 且需随叫随到 律师称这种情况十分罕见 世界日报记者从洛杉矶报道说 2月15日是华人传统农历大年除夕 对于一年前从中国到美国的季先生来说 当晚也想与新婚太太度过一个中国除夕夜 季先生当天一早在外工作 上午约10时接到太太手机短信 称有ICE两名执法人员上门表示要逮捕 季先生听到消息后 联想到近期ICE执法人员扫荡洛杉矶地区违反移民法的人 并将多人递解出境 感觉情况不妙 想到万一被拘捕 恐怕需要钱保释 就与国内好友通电 要求好友会贤解燃眉之急 同时与地方上一些生意合伙人做交代 他并因叫车送修 交代叫友帮忙取车 同时还向律师打听 万一被拘捕或者出现其他意外情况时 如何请律师打理 在交代所有能够委托的事情后 季先生15日午后一时左右返回家中 此时ICE两名执法人员一直在他的哈岗住宅公寓守候 一人在室内 一人在楼下 若从两名执法人员上午到达季先生住宅到季先生出现 已经守候他超过三个小时 季先生说ICE两名执法人员均穿便装都是白人 但并非很严肃 在核实他的身份后 出示了拘捕文件 将季先生双手戴上手铐 戴上车 季先生没有反抗 但已经做了最坏打算 甚至考虑到可能会经历各种折磨 根据季先生透露 他2016年末从中国北方城市持旅游签证到美国 签证在2017年6月9日到期 因遭受中国黑恶势力及各种不公正对待 几经考虑在2017年2月在美国申请庇护 五个月后获得移民局颁发公卡 可以合法在美国打工 季先生说 他在中国有好工作 收入不菲 申请庇护纯属无奈 获得公卡月余 季先生又拿到涉安卡 同年7月中旬 他与一位美国公民结婚 11月完成通过结婚申请绿卡打指纹的程序 按说一切顺利 完全可以顺理成章 在美国合法生活工作 直到公民入籍 他申请庇护前曾听说 在川普总统移民新政实施前 申请庇护上庭前 没有听说哪位庇护申请者 遭到ICE执法者拘捕 更没有听说过申请者在庇护案子上庭前 在美居留都属于非法 更不可能被缔解 莫非川普移民新政对华人庇护申请者下手 季先生是虔诚基督徒 他表示只能祈祷上帝 让他能够顺利在美生活工作 不出意外 即使被拘押 他也带上了一本圣经 季先生于2月15日午后20左右 被带到ICE在洛杉矶市中心办公地点 上卫生间对有一名工作人员陪同 约半个小时后 他被带进一间办公室 一名执法人员开始问讯 由于他不按英文 还专门为他安排一名华语中文翻译 季先生说整个问讯过程持续近两个小时 包括再次确认身份 留指纹 拍照 出示各种相关文件 令季先生意外的是 问讯人员及翻译态度都很和蔼 并未态度和言语粗暴 工作人员还向他解释 这只是他完成工作程序 季先生如实向ICE工作人员讲述申请庇护及结婚过程 并无不合法之处 对遭拘押甚至可能被缔解不理解 对于他的各种问题 对方似乎缺乏足够准备 前后有约7名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核对问题 对他进行解答 季先生说 对方称虽然申请庇护后上庭前 申请者获得公卡并不代表可以合法拘留 既然是非法拘留ICE就要履行非法拘留者缔解程序 季先生有提到与美国公民已经结婚 但对方并未正面回应 问讯快结束时 ICE工作人员要求没有任何其他犯罪记录的季先生 在拘押与带GPS跟踪器之间做选择 季先生表示同意带跟踪器 季先生被带到洛杉矶ICE办公室附近的外包公司ISAP公司 替他的右脚踝带上了GPS跟踪器 而且在该公司做了约30分钟使用跟踪器的培训 规定季先生4日上午7时至晚上7时之间 在家中等候检查跟踪器的运行情况 而且要求季先生今后每周三上午7时至午后4时 在家中等候接受ISAP公司人员上门检查 季先生被要求今后不许离开加州 若有必要到外州必须到ICE申请报备 若移民局找必须随叫随到 季先生说 反家时是自己叫出租车 车费就花了80元 好在没有被拘押 可以在家中与家人同住 他表示 带上跟踪器有很多不便 例如无法像以前一样到球场踢球做健身运动 跟踪器甚至讲脚踝皮肤磨破 更因他困扰的是 明明自己可以合法在美国打工赚钱 而且在美国已经与公民妻子结婚成家 已经在实现美国梦的路上前行 为何成为ICE逮捕对象 他百思不得其解 季先生说 他申请庇护准备上庭 又与美国公民结婚 虽然绿卡尚未获得 但总不至于属于非法拘留 他心存伤感 称2018年元旦新居遭遇入室窃盗 丢失中国护照 保险箱 如今又被带上跟踪器 祸不单行 也实在想不通 他希望与他一样的庇护申请者 都能了解到他遭ICE拘捕的经历 不要对美国移民政策存在幻想 季先生表示 他虽然心存失望 但还要做最后一搏 就是在移民法庭上争取自己合法的权益 世界日报报道 华人律师邓宏认为 可能联邦移民局对季先生申请庇护及结婚文件产生怀疑 建议季先生在移民法庭提出与庇护申请有关 及在美国结婚等有强有力的证据 维护自己的权益 邓宏表示 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推出一项优先递解规定 即针对申请者若有犯罪记录被移民法庭拒绝 不过对一般庇护申请者 再上移民法庭 由法官决定是否批准庇护前获得公卡 表示可以合法在美国打工赚钱 很多类似申请者都能在美国合法打工多年 有的甚至多次上庭 在美国赚足美元后 即使最后申请庇护落空 也能衣井还乡 这种庇护申请案子 正所谓处在当局尚未决定pending的阶段 一向令不少希望赞美打工者津津乐道 邓宏说 川普总统移民新政实施后 移民局推出后进先批的原则 及先前羁押的庇护申请案 仍需排期审批 但对新申请案子 采取尽快优先审批的办法 尽快缩短时间给申请者结果 移民局担心那些申请者上庭后被拒绝 到递解时找不着当事人 就想到让该申请者先带上GPS跟踪器 保证进入递解时能马上找到人 不要让遭递解者长期赞美非法拘留 邓宏认为 对于来自中国庇护申请者 移民局调查越来越严格 而且一些所谓庇护理由 包括一胎化 宗教迫害等等 很难再有新花样 同时对于来美通过与美国公民结婚方式取得入籍 移民局也有办法了解是否真实情况 他认为对于G先生遭ICE拘押的案子 可能是移民局已经获得一些证据 开始怀疑G先生庇护申请文件的真实性 以及在美国与公民结婚 是否真的出于婚姻目的 所以建议G先生要拿出庇护申请 婚姻登记合法的真实文件 即拿出更为强有力的文件 在移民法庭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律师蔡文慧表示 类似G先生的案件很少见 几乎闻所未闻 他表示川普总统上台后致力于推行移民新政 但是对于庇护申请者的做法 与先前移民政策有诸多不同 比如ICE为了拘捕G先生 两名执法者竟然可以在他家守候三个小时 而且在问讯G先生时 来来去去共有近七名工作人员进行核对 他说类似庇护申请者恐怕有数万至十几万人 ICE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和时间处理应对 此外类似庇护申请者近期内有多人遭拘捕 有的并非带上GPS追踪器而就是拘押 是否ICE对待这些申请者一视同仁 若非如此 势必引起民权团体反弹 指责在移民法规面前有区别对待 涉嫌歧视 蔡文慧认为 ICE若递解G先生 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现在G先生在美国有合法婚姻 据称公平太太没有独立经济能力 家庭收入主要靠G先生 G先生一旦被递解 势必对太太和孩子未来生活造成困扰 这些问题在G先生到移民法庭时 应是法官在决定G先生是否最终被递解 不能不考虑的实际问题 以上是新闻时事报 齐亮为您播报的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述 ide能量 徒 hurricane